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亲爱的天主朋友们 大家平安 欢迎收听听教宗说话节目 我是世良 教宗方济各即将颁布 关于兄弟关系和社会友情的 众位弟兄同誉 这将是教宗方济各 募职期间颁布的第三道通誉 前两道通誉分别是 信德之光 愿你受赞颂 本周开始一连两个星期 简单的为大家介绍这两道通誉 信德之光是教宗方济各的首道通誉 在荣修教宗本土十六世 颁布了关于爱德和望德的通誉之后 教宗方济各为这份荣修教宗 几乎快完成的信德通誉 给予最后的补足 然后于2013年的7月5号 颁布推行 教宗方济各在引言中阐述通誉 让我们重新认识信德的光 能够照耀全人类 其次是 借着纪念范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揭幕50周年 举行信德年的机会 加强坚固人 对信仰所敞开的广泛视野的认识 从而宣认信仰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信德之光通誉 共分四章的证文 第一章 我们相信了天主的爱 教宗以亚巴郎为典范 说明了信德 就是聆听天主的圣言 蒙昭对未来的许诺敞开信胸 接着指出信赖耶稣 就是参与他看待世界的方式 教宗也谈到了信仰并非私人的事 它是由聆听产生的 所以必须宣讲出去 第二章的标题是 假使你们不肯相信 你们必然不能存立 这一章谈了信仰与真理的密切联系 指出在真理危机的今天 比以往更需要强调这个关系 然后谈到了信仰与爱的关系 既然信仰与真理和爱密切相关 因此爱和真理彼此不能分离 此外 由于对信仰的认识 来自于对天主忠实的爱 因此真理和忠贞 必须并驾齐驱 但是信仰并非强硬不让步 相反的 真理使人谦虚 尊重他人 并与他人和睦对话 包括在科学方面 各宗教间的对比 无信仰者 以及神学的研究 第三章 我把我所领受的传给你们 本章的重点在福传 谁若向天主的爱开放 就不能守着这个恩典不放 教宗提到传递信仰的特殊途径 是教会的圣事 其中圣喜圣事和圣体圣事更为重要 其次是信仰的宣认 信经 天主经和实戒 这些都说明了 人与天主建立对话的关系 教宗也强调 唯一的信仰与教会 通誉的最后一章 第四章 天主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信仰不仅为永生做准备 也帮助我们建设美好希望的社会 从一男一女 稳固结合的婚姻基础上的家庭 还有渴望度美好生活的青年人 与基督的相遇 获赐永不落空的希望 教宗再次指出 信仰不是没有勇气的人的避难所 而是生命的拓展 信仰也光照自然界 帮助我们尊重大自然 找出不止以用途或盈利为本的发展模式 而要把受造物视为一项恩典 信仰也教导我们 如何分辨出正确治理的方式 痛苦和死亡 也从对天主的信赖中得到意义 教宗在通语中指出 基督信徒知道痛苦 是无法消除的 但能从痛苦中 领会到意义 能成为对永不舍弃 我们的天主的信赖 这样一来 痛苦便成了信德成长的阶段 最后在结论的部分 教宗以那相信的是有福的为标题 邀请整个教会 瞻仰信德的典范圣母玛利亚 恳求他教导我们 以耶稣的眼光看待一切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